五檔基台北市長候選人黃生 選一到現場 就獲得萬華貪商的大力支持 還跟和順行旅總經理徐書函 一同打開毛筆橫幅 見證從防疫旅館退場的和順商旅 搖身成為行旅的過程 這點點滴滴 只有走過的人才明白 我們防疫旅館開始正式 有對外和順 幾乎是第一時間就加入了 那第二 這個防疫旅館在這兩年多 它幫我們非常多的忙 因為它變成了變形金剛 什麼叫變形金剛呢 它在正常的時間叫做一般防疫旅館 我們也可以把它變成 幫我們收居家隔離的 還有回來很奇怪的那種居家檢疫 在家裡沒辦法自己住的 所以它變成各種類型 它都可以幫我的忙 所以和順在這段防疫的過程裡面 幾乎是我們台北市政府最好的幫手 有一個德國人 他來到我這裡 因為被當成人球 他本來是住這附近的一個大飯店 那結果他發現他是居家檢疫者 就說你去住河順 你去住河順 其實那時候我不是防疫旅館 所以他就拖著行李來到我們這邊 那就很深刻感受到 真的有這個人球的問題 又看到珊珊他出來呼籲 這個記者會一直呼籲 租諾在萬華廣州街內的河順行旅 歷經防疫旅館時期 現在疫情趨緩 也正是回歸到一般的旅館行列 除了從商旅更名為行旅之外 也重新裝修一樓大廳 還設計了一片牆壁 天上美味在疫情期間住宿旅客的留言 讓行旅員工滿懷感動 我們這次跟店家串的20家店家 這20家店家都是優質的好店 都是在萬華的在地好店 我們跟他做串聯 希望大家互相做導客 把人留在萬華 希望說旅客好不容易來到萬華 讓他們知道萬華有哪裡好吃的好逛的 讓他們知道之後 然後再去推薦他的好朋友來 那這些店家都願意給優惠 這個優惠目前我們是持續到 明年的6月底 早在疫情期間 河順行李就長期與蒙甲夜市攤商合作 現在只要入住的旅客到店家消費 就能夠得到專屬優惠 另外還跟宜花東 嘉義高雄的飯店結盟 只要憑著入住的發票 也可以享有房價優惠 希望能借此重振觀光商機 記者成品輪曹德華 參謀報導